东北季风发威 今天全台侧站都刷新了今年入冬以来新低温 而其中清晨最冷出现在洋梅茶改厂才只有13.9度 但是因为水气不算太多 因此预生上只有些微结冰 还是没有下雪 让不少追雪族扑了空 即将只要提醒大家 虽然接下来这波东北季风会慢慢的减弱 但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个例温度还是偏低 外出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而天气要明显回温 可能也要等到下个星期三 玉山主风石头上出现一层白色冰晶 东北季风影响下原本预估 玉山在周四清晨有机会下雪 只可惜睡气不够 最后只有些微结冰 白雪纷飞美景还得再等等 但这波冷空气已经让全台侧站 在4号都刷新今年入冬新低温 其中清晨平地最冷 出现在洋梅茶改厂只有13.9度 虽然说这波冷空气最长时间点过了 但周五晚间到周六清晨 温度还是低 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 回温的幅度并没有说太多 那同样在清晨 我们还是可能会有 空旺地区还是会有15度左右的温度 冬天到冷空气强势来袭 不少民众双手猛搓 手脚冷到让人难受 但有医师提醒 想要身体暖呼呼 记得要戴上围巾和帽子 因为天冷时 热气大多会集中在头颈部 没做好保暖 为了降低热气散失 血液就会减少流动到四肢 导致手脚冻得像冰块 所以民众外出可得避免头颈受寒 才是正确保暖数 至于天气要回温 要等到下周三 整体要比较回暖状况 可能要到礼拜三之后 在北台湾 有机会回升到大概25度左右 那中部南部的回升幅度 会更大一点 可能高温有机会来到28 29度 冬天时序 根据东北风主宰台湾天气 民众保暖鹰雾要被骑 免得冷空气突袭 措手不及 解程序珍英国的报道